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去年承租了花莲市仁爱街公卖局的旧宿舍 经过一年的修缮在今年5月份是搬迁进驻 而适逢田志轩逝世六周年纪念 特别在新址举办了田志轩纪念图像展 同时还举办一场老屋新曲户外音乐会 更同步意卖特色甜点和饮品要筹募工艺基金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去年承租了花莲市仁爱街公卖局旧宿舍 经过一年修缮在今年5月份搬迁进驻 适逢田志轩逝世六周年 特别举办了田志轩纪念图像展 还有老屋新曲户外音乐会 更同步意卖特色甜点和饮品要筹募工艺基金 在室内的空间 特别找出了田志轩他以前的一些旧的照片 他使用过的物品的一个纪念展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办理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想说 让大家更亲近的一个媒介一个管道 就是我们有一个甜点室 我们有意卖这个甜点咖啡加蛋糕 用非常优惠的价格 那来筹募我们的工艺基金 所以就这几件事情合并在一起办理 那最主要也是大家一起继续来想念他 来谈谈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非常荒废形同废墟的一个空间 经过我们的改造之后 是打开围墙打开大门 邀请附近的邻居社区的乡亲 还有邻近的民意国小 那我们还有又一村文创园区在旁边 那希望大家能够进来来看看 了解这里是甜字圈基金会 所经营的一个艺文场域 以声音为主题 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这个闲置空间其实改造之后 也可以是一个欢迎光临的好地方 甜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 创办人张美惠表示 创造多元融合的活化美化教育 听觉视觉艺术 提升老屋空间美学 也透过分享举办各种活动 和周遭居民建立出正面紧密的关系 正是甜字圈基金会的重要任务 未来期盼可以凝聚大众的力量 把甜字圈基金会打造成为 全花莲最具指标性的艺文场所 深耕与社区的关系 来带动地方艺术文化杂根 介入会幻市报道